疫情持续的延烧 花莲也陆续传出了几个确诊的个案 但花莲县政府在公布确诊者的足迹的部分 是相当的保守 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不过就有遭到波及的店家是纷纷跳出来 在脸书上大方的公开表示有确诊者的足迹 这反而让民众是大战良心上电 每当有新增确诊案例 民众最关心的就是疫调足迹 不过花莲县政府公布的内容却是相当保守 引发许多民众不满 但现在有业者直接在脸书上公开曝光 自己是遭受波及的店家 像是天佑茂行 业者本身是确诊者 直接在网络上公布他的身体状况 还有倒过的足迹 而庆丰仁爱药局及181烘焙屋 则是直接自曝有确诊者倒过店里 目前都做好了消毒提供给民众防范 疫情现在这样子 其实餐饮业很难做 我们烘焙其实也是调蛮多的 那整个中山路上有蛮多间面包店 据我所知有三间 那为了不造成别人的困扰 我们选择就是公布足迹让大家知道 那不要让整个中山路的面包店 声音都不好 这是我们当初的初衷 如果真的是有确诊者来到我们店家 我们其实只要做好防范就好 那让公布我们的店家 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 确诊人来过 其实你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消毒方面 其实我们店家都做得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公布并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这种公开行为不仅没有造成民众恐慌 反倒是获得一致赞许 很不错 为什么 怎么做 这样的话如果说万一有怎样确诊 人家就马上可以通知到我 因为让我们知道足迹 我们才不会想说不明了 不然你要去哪里去 如果譬如说我发现这有加足迹 我会更加小心注意 我不会想要去那边 贴文一出引发热议 民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认为这样的作为非常勇敢 可以方便检视自己是否有在相同时间 出现足迹重叠 进而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而在未来疫情趋缓之后 也会更支持这些店家 感谢他们对防疫的付出 记得徐立琴华联市报道